在经营这家餐厅的理念就是 我以这种敬畏的心 去寻找好的食材进到餐厅 让消费者在这里可以吃好食 吃的自然 或者家园自然的可以永续 那身体也自然的就会健康 绿木头不是只有卖东西了 餐厅所用的所有的食材 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家的农场以外 也用了这个后山地区 包括石垒 玛丽光 台药 正西堡 星光 等部落的有机农场的蔬菜 跟一般传统餐厅不一样的 平均在一年 我们会有大概将近40种的蔬菜 那这40种我们的厨师 就必须要有很有技术的 让这些蔬菜能够被运用 医季节性的不同 我们所推出的那个菜色就不一样 虽然可能我们的品香一样 但是它的内容物就是不一样 本店的那个主打就是火锅 来到我们绿木头 也欢迎你们来品尝我们的火锅 因为食材都是在地 而且又健康 又可以吃出每一个蔬菜不一样的味道 为什么叫绿木头 绿是希望这个地区能够去用这些好的食材 牧师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森林 让森林因为大家的生产 变成友善环境或友善土地 整个森林就好了 头是希望我们能够自己 能够成为这个原乡地区 在进行这种友善跟好的食物的一个什么榜样 基本上我们也希望去影响大家 间接可以去帮农民做推广 再来一个很好的部分是 这个地方慢慢成为部落青年的平台 所以我们不定期 大概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又邀请部落的人 特别青年 特别像做有金农户的人 会在这里开一些会讨论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继续去后续的发展 那整个坚石项目前是台湾原住民部落 种植这种有机蔬菜产量的面积 最大的部落